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干马晚国际同选落幕之后呢 多名一党领袖近期都主动表明 要跟巫统重新合作 一党要跟巫统这个久爱修复关系再续前缘 虽然巫统主席阿摩扎西早前呢 已经果断拒绝了巫医复核的简疫 但一党精神领袖哈欣耶欣 在接受前锋报采访时 再一次向巫统伸出橄榄枝 表示巫统现在呢还是可以迷途知返 选择和一党合作的 并重申一党从来没有宣告巫统是敌人 他还扬言只要巫医两党联手促成穆斯林大团结 那就有机会攻下行动党的40个堡垒国会议席 不过巫统方面对巫医复核这件事是继续大泼冷水 认为要是巫统再次拥抱一党的话 那简直是自寻死路 针对一党近期放话 愿意和巫统再次合作一试 巫统最高理事阿莫马斯兰 今天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一党在执政的四个州属 已经掌控了多数州议席和国席 如果巫统现在选择和他们合作 根本不会有多少上阵的机会 甚至就是把巫统前途给埋葬的一条死路 阿莫马斯兰也指出 伊党和土团党多次扬言要取代巫统 成为马来人的首选 三个竞争同一批选民的政党走在一起 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如今巫统跟公正党合作更合适 因为蓝眼的斗争并不是要取代巫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